如果你在大城市打工,千万不要租这样的房子,处处发霉,丑戏新天,房间压抑,暗无天日,流雨稀看了都会流泪,可房间一个月只要三十块,小伙想都没想,立马交了半年房租,房东大妈很实在,她说上任租户自杀了,因此价格才会这么美丽,小伙说没关系,相对于鬼,她更怕穷,小伙眠叫金钟照,回到房间时,对面的眼镜男一直诡异地盯着她,小金被看毛了,直接问她,你瞅啥,对方没有回答, 只是把头缩了回去,可刚一进门,眼镜男又把头探了出来,房间的枕头有着严重的霉味,轻轻一拍就能掉出三井灰,小金尝试了各种姿势,却怎么也躺不舒服,无奈的她只能先跟家里抱平安,可此时,门外却传来了粗暴的敲门声,一个刀疤男大骂小伙没素质,让她打电话就出去打,这房间不隔音,放屁,打嗝,打嗝,打呼噜,都不能在室内进行,否则就是扰乱公共秩序,公共区的洗衣机是屎黄色的,洗手持比马桶还脏, 卫生间从来都不冲水,偶尔还会来个搭便活人,大妈提醒,四楼是女生宿舍,后来发生了火灾,现在废弃了,没事千万别上去,小金并没在意,可刚回房间,楼上便传来了奇怪的响声,在好奇心的驱事下,小姑走上楼梯,她刚要开门,一发子弹,便射向了自己,男人刺起大牙,对着小伙就是见笑,小金看她不太聪明的样子,便没有计较,可紧接着,傻子变态出头,露出了诡异的笑脸,下楼的时候,她发现眼镜男的房间开着门, 凑过去一看,门男的墙上贴满了猥琐的海报,此时她拿着剪刀正剪得出神,夜晚,饥饿的小金刚要煮包老檀酸菜,此时刀疤男走了进来,她善意提醒,不要吃房东提供的鸡蛋,小金没理会,打开一个,发现果然是臭的,吃饭的时候,刀疤男告诉小金,这里住的都是一群疯子,千万不要和别人对视,而自己下周就会退房,永远离开这个鬼地方,填毛肚子,小金回到房间,隔壁的小眼镜还在直勾勾的盯着自己,这回她被彻底丑毛了, 对着这个疯子就发起了脾气,她不知道,这将是她做过的最后会的决定,傻子看到路边有个美女,刺起大牙直接走了过去,女孩被吓得花蓉失色,赶忙躲进了屋里,其实傻子只是对猫感兴趣,下一秒,她便挥舞着黑色塑料袋,欢快地在街上奔跑,几天后,警方接到报案,路边的垃圾堆里,竟出现了一具尸体,女警小花打开塑料袋,里面就是一只浮出了野猫,常理说,警察并不爱管这样的案子, 可这是街区发现了第十三只死猫,凶手巧妙地避开了监控,现场没有任何线索,小花警觉了起来,一般的连环杀人狂,都是些拿动物练手,第二天,小花巡逻的时候,发现一辆大奔布满了灰尘,她赶忙领袭车主,调取了监控录像, 果然发现了一个可疑的男人,拎着黑色塑料袋,通过走往附近的商店,店员认出此人是个傻子,住在不远处的单身公寓,小花没想到,首尔还有这么破旧的地方,她走进宿舍,绑东大妈并不是很欢迎警察,小花赶忙拿出照片,大妈一看,此人正是306的租客,大妈放声大喊,我早说过,越来动物会遭报应的,此时男人走了出来,看到对方淡淡傻傻的样子,小花的内心一阵发猫,男人自称雄大,目前已经徒手杀死了36只野猫, 按照法令,她会以虐待动物罪被刑事拘留,可熊大狂呼在意,还对着警察射玩具枪,看到她这副模样,一旁的局长赶忙让她回家,熊大刚出门便折返了回来,原来她盯上了桌子上的棉花糖,抓了一把,直接塞进了护冬,回去的时候,教会正在转道,居民善意的倒了杯咖啡,可熊大并不买账,下一秒,她便把人家的桶直接提了回来,回到宿舍,熊大绕开房东大妈直接上了四楼,而昏暗的走廊里,眼镜蓝似乎一直在等着她, 打开钢门,熊大朝着对面的男人说了句奇怪的话,她说只要住在这里,即便死了人,也不会有人知道,紧接着,眼镜蓝便举起斧子,朝着对面砍去,楼上的声音惊醒了熟悉的小金,此时她对这个旅店愈发好奇,夜晚,金钟罩刚要入睡,对面的眼镜蓝提着一把刀,走到了她的门口,嘴里不停地嘟囔着,杀还是不杀,下一秒,小金的门锁便传来了声响,好奇的她走了出来,悄悄地来到了眼镜蓝的门前,她鼓足勇气推开房门,一面传来了令人作呕, 她的血腥味,墙壁上满是斑驳的血迹,突然,她感觉身后有个黑影,紧接着,一把锤子便狠狠地砸向了自己